光听名字就知道应该是一间提供设计灵感的杂货铺 其实呢会这样来命名就是希望能够狩猎全世界的各式图案 将图示带进自己的小杂货铺 门外柱子上头挂着的小小立体招牌 招牌上的小马正是狩猎队的标准记号 而店里头呢还有许多让人看了就心发怒放的小物 包括了小熊学校的周边商品 山田狮子系列的茶罐组 可爱造型的日本茶壶飞剧组等等 逛着逛着 也许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狩猎队 想要搜罗世界上美丽的图样影星了 小立体的状态 封那持人证